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答三大疑虑 上个礼拜我们居民陆陆续续开始收到手上这样的一个文宣 说我们这个市府附近地区就是蛋白区的第一期的居民 会陆续有市政府的官员来做这个拜访 原来市府只是记了这样的一个文宣 实际真的到你府上去拜访的时候 是偷偷带着一个问卷 你偷偷的做了政策说明之后 又来做一个问卷 而且这个问卷是非常不科学 非常诱导师的问卷的话 那我们都会质疑你可能又要再操作这个赞成的名义 如果你户籍并没有在此地的居民 我就是住在这里 只是我的户籍不在这里 我并没有收到这样的问卷 那请问一下 这些人就同意了吗 而且重点是没有一个不愿意被征收的选项 完全通过是偏向同意的诱导式问卷 这就这样人家就气愤了 在过去航空城范围里面 曾经做过这个问卷调查 那个时候大概回收率是17点多%的一个回收率 然后呢大概有七成人说愿意赞成征收 那我们市府啊 还有我们的政府在公开都讲 航空城有七成人赞成 这个诱导式问卷做下去之后 万一呈现一个 因为它的诱导式呈现一个很大比例的一个赞成的话 这个就是达到市府的目的 就说很多很多很多人赞成 基本上问卷没有所谓的诱导式的一个部分 不是很恰当话 我们就说几个调整 各位居民对这个回答满意吗 不满意 市长是社会系毕业的 照理说他应该蛮了解这种社会调查 所以他可以拿着这份问卷 如果他自己大学的研究方法没有及格的话 他可以拿着这份问卷 问一下他那个大学的老师 教研究法的老师 这份问卷几不及格 非常乐的老师 桃圆市政府他们这么喜欢做问卷 我们就做一个问卷给郑文蔡市长跟桃圆市政府 请他们来回答 首先第一个 对于没有公益性必要性的地区 可不可以剔除征收缩小航空城范围 那个范围这么大是前朝的一序 郑文蔡市长他必须重新去缩小航空城的范围 那这其实也跟刚才这个问卷是有关的 如果他有这个诚意要缩小这个范围的话 他的问卷不应该只是问说 你是不是同意以本区与区断征收方式开发 他首先第一个要问的就是你同不同意你加倍征收 这才是居民征收意愿最主要的问题啊 你不放在里面 你是不想要缩小你的范围吗 所以你才不放在里面啊 那这个问卷当然就是诱导式的问卷 第二个问题 为了防止文资管园区再次出现 产业专用区是否可以先有具体的厂商投资建设计划 再确定计划所需征收范围 这就呼吁到徐老师刚才讲的 产专区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虽然说102年前朝曾经做过可能投资计划的调查 可是那些投资计划的调查都已经旧了 举一个例子 里面有三井outlet 他说他要来进驻 请问三井outlet现在在哪里 在林口 第三个 会避免空有安置计划但有但却十字破千的情况发生 地主或居民是不是符合安置接锅 原位置保留的安置资格 可不可以在航空城计划核定之前 先进行资格出审 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违建是没有办法申请这些安置的 这么重要的东西 政事长你在这个问卷里面 有没有揭露完全没有 整个航空城在那个郑文燦市长上台之后 虽然有听证 可是我们看到一边举行听证 可是一边我们航空城的计划并没有任何的调整 跟变更或是缩小范围 现在的航空城计划仍然跟 2014年 2013年7月29号 这个在吴志阳当县长的时代的航空城计划 还是一样的版本 一样是征收3000多公顷 计划范围一样是这个4000多公顷 这里面的选项完全都是违背 征收的审议标准 都市计划法明明就还没有核定通过 那请问一下 政府问卷是不是在这审议之前就应该做的事情 现在政府在做什么事呢 先设建制要再来画法 请问一下今天如果你们家政府想要征收你们家 就直接把你们家画定了 然后再来做问卷 这样合理吗 航空的征收还是要回归土地征收的要件 关于供应性必要性等等的要件 来做审议来做判断 而不是用人数占不占成多寡来做判断 我想请各位回想一下 苗栗大府的一个事件 政府也是采取取端征收 当初讲的也就是高科技产业要进来设厂 因为苗栗的年轻人需要就业的机会 所以当时候政府给我们打包票 只要这个区段征收完成 高科技厂商一定会进来设厂 一定会吸引很多的就业人潮 那我问各位 你如果现在再到苗栗大府去看 你有看到哪一家高科技厂商 在当时候的苗栗大府去乱征收的范围内 市场没有 我跟各位讲的没有任何一家 我们看到的只是在盖房子 在卖房子 在炒地平 告诉我们要来市场了 就业要增加了 人口要增加了 结果呢 你现在再给他重新的一个审视 没有 人已经死了 苗栗大府 张药黄拆了 张大哥死了 朱阿嬷死了 朱平昏大哥死了 有没有谁要负责 有没有人站出来说我负责 没有 会回应有导师文件 会回应有导师文件 消责韩国的计划 消责韩国的计划